不论你是线上教学的新手 还是线上教学的老手 都欢迎一起来认识线上教学 在这支影片当中 我们要跟各位谈谈 线上教学的内涵到底是什么 以及线上教学怎么实施 在实施上又有哪些的注意事项 等会在线上教学概念的部分 会由我淑彬老师来跟各位介绍 非同步、同步、混成线上课程 它的内涵到底是什么 有哪些的常见系统软体 还有数位教材设计跟制作软体 以及线上教学的实施流程 会跟各位做介绍 在接下来我们会邀请惠如老师 就线上教学的实施式部曲 来跟各位分享到底它的细节是什么 线上教学有很多的形式 比方说老师透过完善的数位教学设计 来规划课程的活动 当然也包含讨论或者是测验 跟录制数位教材 完成之后把它上架到 学习管理的系统 去经营非同步的线上教学活动 又或者是运用同步的视讯会议 串流的媒体工具 老师跟学生在同一个时间 在线上授课跟交流 各个学校平日就可以依据 课程的属性跟资源 来适时的安排 非同步 同步 或者是混成式的教学 线上教学已经是学习的趋势 老师跟学生善用数位的资源 让你我学习不中断 也能够培养自主学习的态度跟习惯 既然有这么多的类型 那我们就先来谈谈 非同步线上课程的内涵吧 非同步线上学习是什么呢 指的是老师跟学生之间 存在时间或者是空间的分隔 通常是老师利用学习管理系统 Learning Management System 简称LMS 来传递课程的内容 LMS也是老师跟学生 教材跟学生 学生跟学生之间的 双向线上互动环境 我们常看到的 非同步线上课程的应用 比方说老师把教材 上架到LMS上面 让学生可以随时上线观看 或者是学生上线到 LMS缴交作业 在线上讨论板 发表意见 进行互动 参与线上测验等等 学生的上线记录 跟参与的行为 可以被LMS记录 而老师可以在LMS上面 查询学生的学习记录 有非同步 那当然就会有同步咯 同步线上课程指的是 老师跟学生 在指定的时间内一起上线 来进行教与学 像是运用 视讯会议系统 串流媒体等工具 来进行学习的活动 可以克服地理上的限制 老师跟学生虽然分隔两地 但是运用同步线上课程 常用的系统或者是工具 就可以及时地来进行 教育学的互动 我们常常可以看到 借由视觉辅助的工具 比方说简报 电子白板等 及时共享课程资讯 透过声音或者是影像 及时转播给 所有参与的人员 借由线上投票 发表 分组 让各个在不同空间当中的 学习活动都能够同步发生 其实教学是非常多元的 你可以根据你的课程的需求 还有你的资源 来混搭着运用 但最重要的 还是要以提升学习者的学习成效 来进行整体的规划哦 建议可以从学习策略 学习科技 学习环境等 不同面向的整合 来设计混成试课程 当你在设计混成试课程的时候 不妨可以参考一下这个表 我们把非同步跟同步 不同的学习环境 分裂出来之后 就可以看到 哇哦 原来它有好多不同的 学习策略 互动策略 跟评量策略 可以运用哦 那么在非同步 跟同步线上教学里面 有哪些常见的系统跟软体呢 大家可以参考这个画面 大部分我们在讲的非同步 谈的其实就是LMS 而在同步的部分 我们可以就视讯会议 或者是串流媒体工具 来做分类 在教学的时候 除了非同步跟同步 其实有的时候 我们会进一步 再搭配社群 或者是一些相关的 外部互动软体 老师可以依照单位 所建制的系统跟软体 以及你的课程的需求 来进行使用 在非同步线上课程的时候 老师常常会把数位教材 放到LMS上面 让学生可以观看 那数位教材 可以搭配一些外部的资源 比方说摩克斯拉 创用CC的媒体素材 交易部的资源 或者是书商授权的资料等等 那如果我们想要自己 制作数位教材呢 我们就要先整理教材的内容 并且美化设计 我们常使用的软体 如画面上所示 设计好之后 如果老师要自己录制教材 画面上所看到的这些软体 都是我们常常可以看到 老师自行在录制的时候 所选用的 而单位如果有团队 可以来制作的话 画面上的这些软体 是在专业团队上 所常常在运用的 那我们就来透过表格 一起来归纳 非同步 同步 和混成的课程特性吧 在这个画面上 各位可以看到 不论是非同步 同步 或者是混成 我们从左方的栏位 可以看到 它的时间 地点的差异性 以及可以运用哪些的教材 跟讲授的方式 在确认出席的部分 搭配系统上面的功能 来进行出席的确认 如果是运用同步线上课程 有接网络摄影机 就可以进行 眼神跟肢体语言上面的互动 也可以利用系统上的功能 来观看学习者发言的状况 当然也可以进行分组的讨论 或者是学习者表决 测验相关的一些互动 认识了非同步 同步跟混成 这么多元的教学方式 线上教学的实施流程 对老师来说 主要是负责课程设计 教材制作 教学远练 和教学的实施 而在学校的角度上面 建议可以设立专责的单位 来办理线上教学 跟相关的培训 也可以是课程的需要 提供TA助教 来协助老师教学 或者是提供 教材制作的资源 同时也应该要建立 学习管理系统 是具备教学实施 记录学习者学习的情形 跟其他支援学习的功能 耶 我们走完第一段咯 接下来我们就由 慧如老师来跟各位介绍 线上教学课程 实施事部曲 Let's go 建立好脑中的 线上教学概念之后 接下来就要来动动手 进行我们的线上教学实施 在这边提供诗部曲 让大家一起一步一脚印 第一步课前的准备及设计 第二步课前的演练或测试 第三步来到我们的课中 执行及带领 第四步要进行课后的反式与检讨 但是要走得步步踏实 我们得一起来看看细节哦 第一步课前的准备设计 有怎么样的细节要注意呢 首先我们可以透过准备度减合表 来了解目前自己准备的情况 而且还有没有哪些需要加强的地方 来一起看看哦 接下来如果是透过实施的整个需求的流程 来进行分析时 发现老师们团队们至少需要两大类用途的工具 第一类是互动的记录 第二大类是授课用途的工具 大家选择好最适合自己课程的工具哦 在需求面分析之后 我们了解到课程团队们在课前必须准备的几类软液体 硬体三类 系统三类 软体三类 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教学三星 透过我们的细心 用心 以及贴心 一起制作出属于老师们跟同学们的最适当课程吧 在单元的数位教材以及评量的制作上 有几个制作的原则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务必紧扣我们的教学设计 以学习目标 提供适当的分量 以及适当的说明 以及给学生练习的机会 此外在教材当中的内容 也希望能够提供更多的生活实力 以来连接我们学生的先辈经验 第二步课前的演练或测试 我们可以从三大面向来确认我们的课程准备情形 更重要的是我们要以中为始 透过以学习成效为主轴 来进行相对应评量以及学习活动的设计 能让我们课程更加完善 若是选择同步线上课程进行时 不要忘记几个连线测试上的重要事项 硬体、软体、连线的稳定度 甚至于我们录影档放置的位置 以及录影的情况 接下来进行我们课中的执行与带领 最重要最重要还是回到 我们提供适当的学习引导 课程经营 提供学生们适当的讨论管道 甚至我们可以透过平台后面的学习历程 来了解学生目前学习的情况 适时的给他们其他的辅助与引导 此外在同步课程中 无必确定自己以及助教都熟悉操作 并且要协助同学也协助整个界面的一个运作哦 最后提供大家课前、课中、课后 几个常见的互动方式 可以协助大家更促进学生们的学习成效 教学过程中的点点滴滴 可以透过思想、内容、设计、执行面向等等 来进行反思、检讨与改进 让我们的课程可以成为 更犹豫学习者的一个样貌哦 我们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咯 欢迎一起线上教学